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摩托车上跳下来两个人 他们扑向了电动车后面的儿童座椅 要强行抱走壮健英的儿子 壮健英一把搂住了只有16个月大的孩子 眼睁睁地看着歹徒把孩子抢走 庄健英赤脚追出去了二三百米 最后还是摔倒在地 就在这时一辆越野车恰好经过这里 庄健英接下来越野车 请司机帮助他追赶抢孩子的歹徒 这就是那个越野车司机 当时发生的事情他还能回忆起来 在车里就说我的孩子丢了 当时越野车司机还能看到三个歹徒 骑摩托车的身影 他原本要开足马力追击 但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庄健英 突然情绪失控 车都要穿坏了 抱着我说抓孩子追孩子 就是崩溃了 失去理智的孩子母亲 甚至抢夺方向盘 这让越野车司机几乎无法正常驾驶 又追了三四公里之后 越野车再也不能向前来 这个地方叫宣门岭 每天下午三点钟以后 这里就变成了菜市场 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歹徒驾驶摩托车 能轻松地通过这里 但是越野车体积大 难以继续前行 越野车的司机只好停下车报警 由于当事人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时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在现场 警方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细节 这是庄健英在事发时骑的电动车 孩子当时就坐在车后面的儿童座椅里面 在岛下的电动车旁边 警方发现了一条摩托车轮胎印 应该初步确定 就是一个125型的摩托车 在电动车的后轮中 警方还发现了一根钢筋 根据现场勘察的情况 与当事人的讲述 警方大致还原出了案发时的状况 5月19日下午5点52分 庄健英带着16个月大的儿子 从娘家回来 当走到离家700米左右的 这段离音道上的时候 三个青年男性 骑着一辆红色的125摩托车 猛然横在了他的车前 一个人用钢筋别住了电动车 同时下手抢孩子 因为母亲抱着孩子不肯撒手 他们疯狂地抢夺 其中一人甚至将庄健英打倒在地 得手之后 他们骑着摩托车又向西跑散 整个作案的过程 只有短短的十几秒钟 案犯分工明确 准备充分 下手凶狠 听说了庄健英家的遭遇 周围的村民对此议论纷纷 抢东西 抢钱就快进去了 抢孩子还留的嘛 现在孩子又少 那小孩呢 大伯爷特地要抢出来这个青年 那都 尤其有的小孩的话 都可以跑 就不敢出来 对家来 一般那些孩子要出去的话 都是几个人大孩子 一个也不敢了 男的也不敢 是啊 而此时 庄健英一家人 更是悲痛难道 庄健英的儿子 只有十六个月大 小名叫景琪 是个独生子 从降生到事发 小景琪从未离开过妈妈 小妈妈都带着她 离我一小会儿都不信 我想 那孩子带你 心里说 他肯定会哭 我跟她们 我睡不着觉 我担心孩子 但那些一手来 给了他就不适应了 那些回答他 是什么想法都有 我到时候就不感兴 庄健英的丈夫 闻讯后迅速赶到了家里 当得知 孩子被抢走之时 这个曾经当过兵的硬汉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我没错过 后悔 没在 妈咪跟他们一样 一块 庄健英的丈夫 一个劲的自责 说都怪自己出事的时候 没在身边 可是孩子被抢这种事 怎么能防范呢 难道为了防止孩子被抢 咱就不带孩子外出上街了 那显然不是 面对这种犯罪 应对策略只有一个 就是抓获犯罪嫌疑人 并且依法严厉打击 可是抢走孩子的歹徒 他到底在哪呢 沿着歹徒逃跑的路线 警方试图找到 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影响资料 按照追赚歹徒的 越野车司机提供的情况 他驾驶越野车 追到宣布里赛事团区 无法继续前进 抢走孩子的歹徒 由此向南逃算 侦察人员以此为起点 走访了每一家 也监控探头的商家 厂家和私人家庭 共取得十多段监控视频 这是宣布里一家 电器商店 这里的探头拍摄到 在案发后五分钟 三个年轻人 从这里向南逃算 在歹徒逃跑的路线上 一家工厂的监控摄像头 也捕捉到了三个人的发言 看得出 三名歹徒骑程的是 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在许口大桥西面的一家商店 警方也有发现 这里的摄像头拍摄到 案发前两个多小时 掌孩子的百夫 经过这里 向十八点方向行进 可案发后 再没有谷得到他们的声音 发现三名歹徒骑程 没有摇着这个桥 抄袭托车 这范徒骑程应该就是 摇着这个树荷 懂打击 朝这个南的方向搬去了 咱就结合着 他就在 和轻毛的车 这种决定工具 打击进行分析 距离不会太近 不会太远 应该就是说 三四十公里 四五十公里 这种范围呢 通过极端视频的比对 警方大致勾勒出了 三名歹徒的逃跑路线 反的愤组在这里 向太子折手一鼓 并不想吸透发 然后 随着小母从公路折下小难 从道库顶的地方 向邪 到了 苏赫的 雁赫大地 小难扫寒 因为这个地方 属于我们和 贺东区的 交接点 在小难 就 离树县 也不远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这个侦查范围 发展到 贺东区 离树县 仅仅锁定侦查范围 还远远不够 警察希望 能更加清晰地 勾勒出 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形象 于是 侦查人员 对每一位 有可能在 事发现场的村民 都做了走法 在距离案发现场 六七公里外的地方 一位村民告诉警方 事发当天下午 他也像装剑营一样 骑着电动车 带着孩子 走在公路上 当时 他发现 三个年轻人 很诡异地向他这边张望 侦查人员分析 三名犯罪嫌疑人 为了寻找作案目标 在方圆五六公里的范围内 已经游荡了两三个小时 在搜索中 还有一位证人 提供了更有价值的线索 案发前 他注意到 三个陌生的年轻人 行动诡异 于是特别留意了 这几个人的提报特征 这个证人说 这三个男青年都不大 二十岁的小青年 隐约注意到 一个男青年 穿短袖 胳膊上有纹身 摩托车是豪爵牌的 有六七成型 案件发生四小时后 根据已有的线索 山东省举南县公安局 发出了协查通报 通报中勾勒出了 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年龄均是 二十三四岁左右 不胖 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其中一人 穿短袖 胳膊有纹身 摩托车 是红色的豪爵牌 大架子一二五行 六七成型 县公安局的通报 迅速发往全县的 每一个地方 同时县公安局 也向临近的河东区 林树县的警方 做了通报 一张大网 向几名抢夺孩子的歹徒 撒了出去 孙运昌是什么人呢 侦察员迅速布控 对孙运昌 暗中观察了十多个小时 此人体型较瘦 有纹身 骑的正是一辆 豪爵牌的红色 一二五摩托车 警方观察到 在小景旗 被抢走后的第二天下午 孙运昌骑车 就见了他的初中同学 张淑玉 晚上又见了另外两个人 庞树茂和梁洪 这两个人 都是临沿市河东区的人 转天早上 也就是在小景旗 被抢走后的第三天上午 警方发现 孙运昌和他的初中同学 张淑玉就要出院了 两个人 一块约好了 要共同到东北去打鼓 而张淑玉根据我们的了解 张淑玉孩子还非常小 刚刚几个月 在本地 还有很团的指引 手术也比较稳定 正常情况下 他不应该有这种念头 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人的作案的现役 上手 我们当局一段 准备整个年结束的两个人 小景旗被抢走38小时后 举南县公安局的侦察人员 赶往了长途汽车站 对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孙运昌 和张树玉展开了抓捕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张树玉 他承认 抢走小景旗的 正是他和孙运昌 而参与作案的第三个人 叫庞树茂 张树玉还交代 他和孙运昌是初中同学 这次作案是孙运昌 拉他入伙的 像我们这么大 就是讲一起和要面的 他问我敢不敢 问我敢不敢 我想如果要不敢的话 公司 所以我就说敢 那么被抢走的小景旗 又在哪呢 张树玉进一步交代 那天他们三个人 抢走了小景旗之后 是那个叫梁红的人 给他们做的接应 孩子在梁红的手里 当时情况之后呢 这个梁红开了 他就来接应了 庞树玉过的时候 还送了这个梁红的这个钱 那就切了这个梁红 放在他那边 还是有抓没了 那他就不知道了 他就起码是送了他的钱 我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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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小时之后 一路侦察员赶往梁红的住所 林仪市河东区的一个居民小区 这就是梁红 他被抓捕时 孩子正在他的家中 抓捕梁红的同时 贩子嫌疑人庞树茂 也被另外一路侦察人员抓获 至此光天化日之下 强抢难逢的 四面贩子嫌疑人 全部毁了 好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 与研究中心的主任 佟丽华 佟老师你好 你好 现在这个嫌疑人算是落网了 但是我们这个心情 一点都不轻松 就是光天化日之下 能抢孩子 你说这还了得 等于就是家长在旁边监护着呢 这还没有安全感 那您觉得这些人的行为 应该怎么定罪呢 我说还是应该定拐卖 儿童罪 拐卖儿童罪 对 是这样 但是他没有拐 也没有骗的行为 大家就觉得这种抢 是不是比那个拐 比那个骗还要恶劣 但实际上拐卖儿童罪 是一个重罪 它起行点就是五年 也就是拐卖儿童罪 是五到十年有期徒刑 但实际上针对 一些特殊的情况 你比如使用 这种暴力的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来绑架 来控制这个孩子的 这就属于他的一个 从众情节 情节严重的行为之一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到无期徒刑 也就实际上来说 如果使用暴力的 我们说想孩子这种情况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五到十年的拐卖儿童罪 而是要从众的 起行点就是十年的 这样一个严重的刑事犯罪 那看来呢 应该是以拐卖妇女儿童罪 对这几个人的加以处罚 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 有加重的情节 所以他们面临的 这个刑罚会很重 可是这四个人都是成年人了 即便他们不知道 抢孩子会受到 这么严重的处罚 他至少应该知道 这么做是不对的吧 他至少应该知道 这是犯罪行为吧 那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 在大白天的 公然抢走别人的孩子呢 梁红 山东省临仪市河东屈人 27岁 说起抢孩子的前因后果 还得从他的一段婚姻说起 两年前 梁红离婚 他当时带着 只有一岁多的女儿生活 去年十月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他认识了一个 比他小八岁的女孩 阿娟 一见清新的两个年轻人 认识了两三个月后 便开始谈婚论嫁了 可是梁红的父母 在见了尚未过门的儿媳之后 却提出 这个女孩太瘦弱了 也许身体不健康 按照父母的要求 梁红带女友去医院检查 结果出人意料 阿娟的生育能力有问题 一听到这个情况 梁红的家人极力反对了 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梁红的妈妈 她患有精神疾病 伤有刺激 就有可能情绪异常 甚至精神分裂 梁红为了不刺激母亲 编了一个谎话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 梁红把仅仅三岁的女儿 交给父母抚养 自己很少回家 其实她和阿娟 在外面另住了哀唱 苦思冥想了大半年 梁红觉得 能让她和心爱的女人 走到一起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花钱去买一个孩子 以弥补不能生育的遗憾 孙运昌是梁红的酒友 在他们的圈子里 孙是个看上去很有能力的人 梁红和孙运昌都明白 所谓路边抱一个孩子 其实就是去抢孩子 拐孩子 你一定知道这个事的办法 就是跟你说 那为什么还要挺着东西 每个地方 就是一根筋在在想 找一个孩子 你们俩同学做 是 紧接着 孙运昌又找到了 庞淑茂和张树玉 庞淑茂刚刚醒满释放 平常为一些工地 看门护院 张树玉是孙运昌的初中同学 为了让这三人行动方便 梁红还出钱 为他们买了一辆 豪爵125型的红色摩托车 在随后的日子里 三个人时不时的 出去寻找作案目标 直到5月19日下午 他们看到庄淑茂 独自骑电动车 带着孩子走在路上 他们尾随了一段时间后 决定下手 孙运昌 庄淑茂车 带着两年 就上了那个运来 这我去的年 从那个电动车投票 电动车停下停下 最后又跳下的高潜 然后后边一人过来 就把我打倒在街上了 这个是庞淑茂打的 孙运昌 庞淑茂 张树玉 三人得手之后 一路向林仪市 河东区方向逃返 梁红开车 与他们会合 带走了孩子 按照约定 梁红原本该付给 这三个人5万元钱 由于一时凑不齐那么多钱 孙运昌和张树玉 又急着要逃往东北 所以梁红只给了 他们4万元筹金 可这四个人 没有想到 40个小时后 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 很后悔 7度对不起 抢孩子的贩罪嫌疑人 梁红 孙运昌 张树玉 都有自己的孩子 其中张树玉的女儿 只有7个月大 张树玉说 进了看守所后 他就一直没见过孩子 能不能感受到 像这么大的孩子 突然就看没了妈妈 没了爸爸 这孩子会是什么感受 这父母怎么办 这几天 通过这几天 我感觉到 你这几天有什么感受 这几天感觉 就是 别家人在一起挺好的 想孩子吧 希望 希望他太别后悔 可是在预谋时 作案时 这几名犯罪嫌疑人 为什么没有想到 抢孩子 是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案件真相大白 犯罪嫌疑人 悉数落网 与父母分隔的40小时 又会给16个月大的男孩 留下怎样的老名 飞车贼抢走我的娃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童老师您看这里边梁洪 他是要出钱买孩子 而且他出钱给那三个嫌疑人买了摩托车 算是作案工具 那么他的行为应该怎么定性呢 买孩子直接参与了这样一个犯罪的过程 参与了策划 提供了犯罪的工具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办的角色 还不仅仅是一个买的这样一个角色 他实际上参与了拐卖的 这样一个整个的刑事犯罪的过程 所以我说实际上在这个案当中 这个买方 他不仅仅是一个买孩子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 而是一个拐卖孩子的这样一个犯罪 因为买孩子的犯罪比较轻 买方根据现在刑法的规定 就是买卖的这个拐卖的儿童的 也就是三年以下许去投行 但是在这个案当中 如果是只是按买来追究这个 我们说这个梁红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 这显然是太轻了 实际上他应该说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说 他是这起恶性刑事犯罪的罪魁祸首 一个主谋 是这样 案件发生40个小时以后 小景七被警方解救 在举南县公安局 16个月大的小景七 再次见到了爸爸妈妈 对于他来说 这是他幼小生命中最难熬的40个小时 被解救后 无论见到警察伯伯 还是见到警察阿姨 小景七一直都表现得很沉默 眼神中的惶恐和疑惑 与他仅仅16个月大的年龄 非常不相符 直到妈妈抱住他的那一刻 小景七才哭出了声 小景七回家了 他是幸运的 但是谁能保证这样的遭遇 不在其他的孩子身上发生呢 要杜绝抢抢 拐卖 拐骗儿童这样的犯罪行为 一方面呢 要打击制裁那些 直接动手实施犯罪的罪犯 另一方面 也要制裁打击那些收买孩子的人 毕竟 没有买卖 就没有伤害 没有了市场 也就没有了那些 铤而走险的不法不徒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日说法 谢谢童老师 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 中国社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镜见